HELLO 大家好我是HAM 華德來玩我們的KO4STAR 好今天是6月18號星期六 那這期來玩好鬼 好鬼的話我就有三星啦很可惜 如果有 拖到五星的話就 比較好因為傷到會很高 某些副本就比較容易過 那先來看一下那個論壇資訊吧上一期就兩個左右吧一個是谷科長 這個我頻道下方我們有一個網友很熱心啊每次都會把他的內容給翻譯一下 上一期他有留言吧那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來看看喔 好那我看了一下他的文章喔就是他貼的留言有6點啦 就是講了6月以來一些BUG修正 然後還有那個筆記講到徽章系統 之後會更新 之前開發者筆記有徽章系統 確實的那時候有講 一直好像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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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嘛 哪有合作未來投票結果 關於上次那個快打5啊 快打5的話大陸叫街吧 那 往時的話不是版權方啦所以說 還要再去坦吧 因為往時是代理商啊 他只是代理遊戲而已 好然後再來就是 最近往時出的KWF遊戲跟這款遊戲是無關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出了哪款KWF 沒注意 沒注意 好然後再來是ES格洛家是以韓國 玩家 回信的意見 為主吧 好然後夢幻對決回歸了這個公告有 我會把他的留言分享 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來看啊這邊有英文字幕如果英文夠好的話 還有日文字幕沒有中文字幕 好另外一個就是下禮拜一嘛我們這邊有一個活動 6月20號還有禮包嘛這樣子禮包販售 就4000紅寶石嘛這個現在都固定 就羊毛出在羊身上 先撒魚鵝 這個4000就是魚鵝 10002000300030004000 這個魚鵝 你吃了之後 如果你 吃了然後都沒抽到你就不想抽 啊如果你剛好抽到一兩隻 你可能就會想抽 至少我這次是這樣啦我這次抽那個安琪 你有抽到嗎 他送那個十元招呼券我有抽到喔 那我就去抽啦 可以用到7月4號 然後就是骰子是那個轉盤嘛 這個轉盤不知道好不好轉 這個轉盤的話如果你AP夠多的話可以刷一堆骰子1000啦 然後拿一堆這個紅寶石也是ok的也是很好的 骰子獲得方式 要完成這個任務那就那就沒有辦法 如果是這種骰子的話 如果是這種骰子的話就是固定的 你沒辦法用AP去獲得大量的骰子 這個我也是現在才看到 昨天我就稍微瞄一下而已 上一期就稍微瞄一下就貼文稍微瞄一下 還有一個吧不好意思 這個是不是 還有一個什麼我記得還有一個 活動更新一次看啊 看完了 有那麼少 不是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 不是還有一個那個 夢幻對決喔在這裡在這裡 我記得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公告啊 夢幻對決上次合作的時候算好玩啦還算好玩啦 因為你不是用自己的角色嘛 就是用他上面給的角色 上面給的角色就 平衡度就沒那麼平衡因為有些格鬥家可以黏著對方打 譬如說那時候我一定會我一定會用一隻牽赫啊 因為為了要拿一勝嘛 每天就打一場只為了拿一勝 那你上牽赫的話至少可以贏一場 另外兩場就看運氣 我說的牽赫是指那個SS牽赫 SS牽赫他的普攻 郭一直叫分身嘛然後叫分身出來就會黏住對方然後就可以一直打對方 然後對方如果 爆氣把你彈開之後 你再把他彈回去啦 他先出你再後出你還是有優勢 勝率調整 根據上一季格鬥家 格鬥家被平衡了 上上一季用千賀這次 可能就被調整了因為上一季用千賀真的勝率超高 很少輸啊 他至少是不是把上次的那個夢幻對決直接搬過來 那我做一些調整 那還可以啊 格鬥家平衡這樣才比較好玩嘛 但是玩家一定會找出 哪幾隻比較好用的 到時候你就等人家分享 好用的那些人就用那些就可以贏了 但是贏的原因是因為 要拿這些吧 這邊有遊戲規則 要拿那個獎勵吧 這邊 獎勵拿完就不會想要繼續玩啦 而且我就拿骰子嘛 這個100是一轉 100是骰一次而已啊 然後這個就徽章而已吧 這個徽章系統 是這個徽章嗎 我曉得還是說只是一個紀念 說你有達到100連勝的徽章紀念 不知道 可能就每天打這個吧 玩一次然後就贏一次這樣 就固定了吧 就我可能就固定玩一場吧 如果輸掉就玩兩場 我大概可能連輸三場啊 就 贏一場輸一場 輸一場贏一場這樣子而已吧 然後這邊有一些 效果吧 規則 規則 到時候再看吧 反正就下禮拜嘛 夢幻對決應該 反響還不錯吧 上次的反響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 看一下好鬼吧 好鬼 我 我剛剛做了一個 無聊的 也不是無聊 就把覺醒石給練一練 只是我們好鬼有這種快打的 其實這也不差 這打擊技能 好鬼應該是兩打擊吧 一掌風啊 一打擊而已 一掌風一打擊一頭子 那還好 這顆石頭還好 這個這顆還好 原型這顆 然後這一個是爆傷 爆傷其實也還好 爆傷其實也還好 然後這顆是主動自己傷傷害死吧 這個可以啊 這個可以啊 所以我現在是練了三顆 灼傷的工會時候 好鬼應該是吃灼傷嘛 灼傷 所以 我打算我三顆都練了啦 我們待會就換前面兩顆看看 我先打一場 然後 換三顆不要還是換兩顆好了 換兩顆好了 你可以自己斟阻還是你要全換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 工會石頭是這樣 他雖然有那個負面但是他的負面是 他的負面是吃在那個爆氣的時候10秒而已啊 那如果是把好鬼拿來打那一種你只要爆氣打一波那就換人的話 這比較好用 就25% 10秒這樣 如果三顆75% 兩顆是50% 50%的話 我們這個卡片 幾% 60%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這種專屬的屬性卡 看一下 60%嘛 5秒而已啊 好我們先試給大家看 金大概600多M吧 500多M500多M 我這個好鬼大概5600M吧 三星而已啊很可惜 當初沒有戳下去 就比較省吧 就比較省吧 省了紅寶石 把紅寶石留給未來使用 這樣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就收集到那個 標準就可以了就三星 你的第一標就是格鬥家三星啦目前是這樣 我覺得ES格鬥家你可以抽到一星 一星就很強 一星就比以前那些BSSS還強 是可以考慮一下 就如果你是剛入坑的玩家對不對 你紅寶石沒那麼多 ES格鬥家都先抽到一星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啊 然後存下了紅寶石去等合作 合作大概四個月會出一次 好刺壓瘋裂鋪 好貓鬼技能很好用 技能也可以連按 好500多嘛 565 566 567 好567 差不多啦 然後 換覺醒石的話 剛剛應該會高一點吧 我覺得可以換 圓形跟四角 六角應該可以不用換 那如果你是 爆氣打一波的話可以全換 我們來試著換換看喔 先換兩顆看看 我覺得換兩顆應該傷害會不錯吧 因為第一 那個圓形跟四角爛爛的啊 爛爛的 我覺得爛爛的 打擊 好鬼才一個打擊嘛 然後爆傷爆傷你們知道那個有點看臉 你要有爆機率才有爆傷 我一直覺得這遊戲的那個爆傷 那個CP值比較低 直接加攻擊力CP值最高 好我們來換兩顆看看 反正那個高級強奧水跟最高級強奧水我超級多 用不完 用不完 現在是這樣我連工會戰都很少打 怎麼沒有 怎麼找不到 我瞎了是不是 跑鬼 跑鬼怎麼不見啦 圓形啊 在上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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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這個排列龜子是怎樣 有點亂排 你看他這個又跟這個排在一起 我們先換兩顆 戰力的話應該 理論上比較高 因為這個 這個石頭他的那個 不知道 不確定因為那個有的加爆傷 11萬4819 我剛沒記 但不重要 因為這個 這個這麼低的戰力你也沒辦法打那個 沒辦法打那個戰鬥之章 戰鬥之章我今天還沒打 我還沒打 待會來打一下好了 時間夠的話來玩一下戰鬥之章 戰鬥之章 順利的人應該已經過了吧 我好像有忘記打 今天好像才90 還是9 還是我今天打 忘了 搞不好我還沒打 想說留著拍影片 95100的話 可以拍影片 有的人可能還沒畢業 上次畢業的方法已經在 上一輪上一季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衝戰鬥卡 還有抽那個有加戰力很多那個 繼承者們 應該是繼承者們吧我好像有弄出一套 還是我記錯了 太多卡了 剛剛是不是都啥267是不是 忘了忘了忘了 哎呀 有刷新了 我也沒刷新 如果沒刷新的話 傷害差很多 剛剛是 678 6 56 567是不是 567 567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沒什麼感覺 超細玩 高一點啊高一點 高一點 高快20M吧 就高一點啊 但是這個爆氣是10秒而已喔 那個效果是只有吃10秒 所以說如果你是講求平均 平均傷害給 給的話就用那個 快打的絕景石 ES絕景石 那如果你是 想要爆氣輸出的話就用這個 然後那個六角的我覺得可以留著吧 可以不用衝吧 看你啊看你啊 我來把它全換掉好了因為我想要打那個 事件之塔 80層我還沒打過 因為我傷害太低了然後 這幾天在打的時候有時候失誤 其實我已經快打死他了就失誤啊 有時候你被他實化被那個真靈實化 中毒加那個流血你就拒絕了 瞬間就死掉 就會失誤嘛 而且我的好鬼是我的阻力 好鬼死掉的話就基本上就大死一去 好這也可以換 傷害戰力戰力好像低一點喔 好啦不測了不測 我猜大概也是差不多吧 就快打的石頭跟那個工會石頭大概差20M吧 20M左右 這可能再高一點 可能可以衝到590也不一定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四處那個數字好像是590左右 就是會高一點點 看一下我戰鬥這張打了沒 今天 日常做好就跑去睡覺 還沒打是不是 我們來打一下好了 這邊這段不想看的人就跳過吧 搞不好你也畢業了 我看一下那個什麼 有網友問那個 石頭可不可以 拆下來啊 再問那個覺醒石 新手心路肯玩家吧 這個遊戲的EXR覺醒石是不可以拆的 裝了就裝了 你可以換 可以拔下來但是你不可以換給別人 就這個東西別人是不能裝的 然後你沒辦法拆下來 那這種的話可以解除龜屬 解除龜屬需要這個道具 這個道具的話 要打工會 工會香會給 工會 討伐戰的 隨機香會給 我有留言回他了啦 但是 不知道他懂不懂 這邊換這個繼承者 繼承者們就可以充到20萬 呃 畢業的話可能要20萬 034千吧 就是你要打100層的話 我的那個露克是最緊的那個戰力不太夠 其實不太夠 就是如果打到100層的話就變成說只能打一點點傷害然後拖60秒這樣 我好鬼怎麼戰力那麼低 那個覺醒石有差呢 原來那個覺醒石有差喔 我現在才發現 因為我原本把好鬼是20萬07千左右 所以ES 快打的覺醒石戰力還比較高喔 這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可能有加爆傷吧 好這個可能有加爆傷 爆傷可以加戰力啊 那就是插在那個 中間那一顆爆傷 爆傷應該這顆應該加比較多 有沒有差1萬 差1萬 這個爆傷 爆傷有差耶 哇想不到快打這顆有差喔 那我露克應該換的啊 對對我當初露克應該換掉啊 那就不用衝了那麼辛苦傻傻的 換給大家看 我當初沒發現耶 這個這個小細節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露克當時候換神聖嘛 那其實可以可以裝這個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這尷尬啊我現在才發現那時候露克衝半天衝到要死要活的 搞半天 結果一顆絕醒石加爆傷了 那那個作戰小胖那個加爆擊率那個加更多那個加2-3萬 那這次我們換不到 真的換不到 因為就是換不到 除非你要花錢或是把你的那個安琴弄到5星或4星 哇喔我現在要 搞不好 這個快打這顆想不到這麼有用啊 結果搞了我露克現在21萬了 當然是假戰力啊 虛假戰力 結果對於你的那個傷害是沒什麼幫助的 好啦我們就打個一場吧 扔下四場我待會自己打 然後結果把他們秒殺啊 給我無敵了 這麼兇 攻守到先生秒殺 雷技能123過去 技能一 發炸比較快 哎呀秒殺吧 呵呵呵 這樣我100層輕輕鬆鬆打啊因為我露克21萬 這個大家這個小西西要記得啊 好不好 快打的四角覺醒石 爆傷20% 戰力差1萬 大家可以就換算一下那個 爆傷20%戰力真的加很多 好那剩下我自己在爬吧 今天把他爬完然後明天就100層然後又又畢業又又又再度畢業這個就拿2000紅寶石 所以你戰鬥自殺還是要努力把它弄到畢業 然後聖劍之塔一樣啦聖劍之塔也會給500紅寶石嘛就 8085 9095好像都會給紅寶石 可能啊 紅寶石500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重置啊如果賽季重置的話 你就要那個你看這個 這個差1萬 然後繼承者這個戰力也加很多 然後 陸克 給大家看一下陸克我是用那個這個 茶繪套 就是你要符合那個你要衝出爆擊率 就給那個你還沒畢業的人你要怎麼衝戰力的人就是 你要洗那個爆擊率 這個我沒有洗到爆擊率我就洗到爆傷 爆擊率 要洗爆擊率 要洗平衡的對陸克來說你要洗出 符合該類型的格洛加 然後 千賀的話是因為他有專一顆石頭 這套大家都有吧 這個千賀我就也都沒有洗得很好啦 反正就這樣吧 這顆吧 暴擊率10% 這顆戰力加超多的啊我們把它拆下來看看 解除 3萬吧 這麼快4萬天啊 一顆覺醒石要4萬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作戰小貓 很值錢了吧 這個啊 這個如果你搞我出來的話 就要弄吧 不是這顆啦星星的 這顆 就對你的那個安琪的戰力是有幫助我就可以多4萬戰力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期就先玩到這邊囉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